西屍骨、尾龍骨、脊骨、瘦肉 肉丸、豬扒,全部36元 新鮮豬肉便宜到36元一斤 真是抵得難,不買就笨了 不過慢著 自從本港出現非洲豬瘟之後 進口活豬供應大幅減少 新鮮豬肉零售價貴得很離譜 希靈特務, 為何會溫特務 最近我收到可靠線報 有人漁木運豬 豬, 什麼豬? 有豬肉檔懷疑把新鮮豬和冰鮮豬 混合一起賣給人 這麼狡猾 我們先去漁賭豬仔吃 去… 這邊… 現在豬肉一斤多少錢? 差不多過百元 很貴, 百多元 過百元一斤豬肉是正常現象 不過東張西莫發現 不少地區出售新鮮豬肉的店舖 竟然可以逆市以超低價出售新鮮豬 好像在元朗這一區 我們在大橋街市對出這檔看看 發現58元的新鮮豬肉 走過一點 去到隔壁街 天橋下面這兩檔就賣48元 多走十分鐘, 去到新街 他們也是賣40多元而已 當時都開了大聲工 用超低價招來 五花腩幾千斤? 五花腩, 七十八元 這檔目標是價錢的豬肉店 賣78元, 五花腩 但旁邊的豬肉店就寫著全場豬肉 只賣48元 走多兩步, 到街尾那一檔 只是賣36元而已 豬瘟爆發之前新鮮豬的售價? 大家都是在同一地區開檔 同樣標榜是新鮮豬肉 為何價錢可以相差這麼遠 是不是真的是新鮮豬? 36元, 36元, 細小骨, 尾龍 這裡是新鮮的嗎? 先看看, 你看看內地有多少 是不是都知道了? 口說是新鮮 但冰鮮豬懷疑扮新鮮豬出售的新聞 其實屢見不鮮 因為冰鮮豬的來貨價 比起新鮮豬便宜一半 如果沒充新鮮豬來賣 就算賣到三十多元一斤 依然有錢賺 這個價錢 難怪吸引到這麼多人搶著來賣 相反, 賣70元以上的豬肉檔 就像拍烏鷹一樣 有沒有聽過或聽過家人說 可能在新鮮豬肉店 買到冰鮮豬回來? 有 買到回來是怎樣的? 有些有些時候回來 還沒用完, 雪都會硬一點 所以你覺得有機會 新鮮肉檔也買到冰鮮豬? 是的 我不知道 你說這裡58元一斤 我想多數都是這些豬 現在我在大橋街市附近 這兩間分別叫賣著 全長48元一斤的豬肉檔 各買了一斤柳梅和一斤五花腩 讓我交給希寧特務 看看大家懂不懂分 你知不知道這塊是新鮮豬還是冰鮮豬? 這塊 新鮮的 應該是新鮮的 與其猜猜猜, 博米特務 不如交給你, 給專家分析吧 這條柳梅肯定100%是冰鮮的 這些豬肉是否全身?全身 全身, 即是沒有那種拉力 沒有彈性? 沒有彈性 直達方面, 牠們已經啞了 開始有點變, 有點漁黑色 對, 我們的新鮮, 仍然保持鮮紅 是 右邊的新鮮柳梅看上去還很有光澤 而左邊那塊明顯開始有漁黑 看上去好像已經放了很久 這些, 按下去 差不多會爛的 是 這些, 按下去 會彈上來的 慢慢會回復正常 是 是吧, 牠也沒有爛的 五花腩油怎麼分呢? 冰鮮來說, 油一定是射身的 射身, 又好像沒有彈性 大家看看 已經是射身的, 射身的 已經沒有拉力了 沒有拉力了, 你已經… 對 如果是新鮮呢? 像是珠狐 像是珠狐, 新鮮來說 肉色, 大家看一層層 在同一個部位, 這個肥肉 雖然它是… 它也會起的 但是它有彈性的 這個肥肉放下來了, 一切下去 還有一種肥肉, 有一種令身在這裡 新鮮的五花腩肥膏一切下去 就好像會反光一樣 相比之下, 懷疑冰鮮的五花腩切下去就… 它來說, 始終它沒有領身 就沒有這塊那麼領身 看到嗎? 這邊是光澤一點的… 光澤一點, 這邊是暗瓦一點的 許先生教大家從豬肉的外表去分辨 而大廚教大家怎樣用味道去識別 左邊這塊梅頭六十八元斤 而右邊這塊同樣是梅頭 不過只是賣四十八元斤 兩塊都是標榜著新鮮豬肉 但眨眼看上去, 左邊這塊 無論是豬肉還是豬皮 顏色明顯比右邊那塊鮮艷 而且有血色得多 不知道炒出來的顏色和味道 會不會有分別呢? 我看到這個簡直是白色的 但為什麼顏色分別可以這麼大呢? 因為它是新鮮和冰鮮 如果冰鮮是…因為它是雪過來 雪完之後那些血水會滲走 即是流失的 如果是新鮮的, 它是遠風不動 有這麼多血水炒出來, 就這樣顏色 我想問是否煮的材料都一樣 材料分量、趴調方法、時間都一模一樣 再試這個比較白色的肉片 其實真的有很大分別 很大分別? 口感…這個簡直是很霉 對, 你說說字眼很貼切, 就這麼霉 這個口感很適合, 還有一些醬汁滲出來 這個咬的時候, 完全像乾了一樣 我們還從各種豬絲馬跡發現 這些叫賣式, 標示了價錢出來 無論什麼部位的豬肉 都統一以特價發售的豬肉湯 極有可能是集團式經營 其實, 買之前我們還可以用腦 去分析新鮮豬和冰鮮豬 我們活豬的拍賣價, 日日政府在網上 大家看到, 一分錢一分貨 大家一定要計算成本 根據食環署提供每日活豬的拍賣價 每單豬肉, 平均的拍賣價是2629元 而一單就等於100斤 一隻豬大概200斤來說 就需要5258元 加上屠宰費用和運輸費用 大約400元來說, 每一隻豬買回來的成本價 都是5658元左右 而有七成的骨和肉可以出售 每一隻豬有200斤的話 可以出售的就有140斤 除開最便宜的每斤豬肉的成本 大約40斤左右 而記住, 這個價錢 還未計算人工, 舖租, 燈油, 火納等等的支出 所以, 每斤新鮮豬肉 如果買40多元, 甚至乎30多元一斤 就一定會虧本 而這幾間豬肉店 無論是腩牌、柳梅等等的上等豬肉 都只是買48元一斤 根本就不合理, 果然有可疑 有專家看過你們的豬之後 說這些是冰鮮豬, 你們有甚麼回應? 不是 不是新鮮豬? 是新鮮豬 但其實為何可以買到這麼便宜的新鮮豬? 沒辦法, 逗得這麼便宜 但你們的牌是新鮮豬排還是冰鮮豬排? 是新鮮豬排 是新鮮豬排 但你們現在買的其實不是冰鮮豬 但有專家說你們這些是冰鮮豬 是嗎?不清楚 是新鮮豬排 但總之你那個就是新鮮豬排 是 根據食物業規例 任何人經營涉及出售新鮮、冷凍 或冷藏肉類或家禽等食物業 必須領有食環處簽罰的 新鮮糧食店牌照 牌照亦規定 不得將冰鮮肉, 陳列作新鮮肉 或當作新鮮肉出售 若有違反條件, 可被吊銷牌照 不過這些懷疑魚木混豬的檔口 依然四處都有 食環處應該要加強掃蕩 消費者如果將冰鮮豬 當作新鮮豬處理 還會有以下風險嗎? 任何一個冰鮮豬、急凍豬 離開冷凍鍊, 兩小時外 就會滋生細菌 尚常見的是三門樹細菌 店舖來說, 放在這裡賣 這個東西就馬上賣光了 7點, 放到12點也賣不完 超過兩小時, 物品會滋生細菌 所以在食物安全方面 是要監管得好一點 大家以後去豬肉店買豬肉的時候 就要多加留意 小心不買冰鮮豬肉 前兆48元